一年一度的瓊斯杯籃球邀請賽 即將在七月登場 早在五月便開始集訓的中華白隊 蓄勢待發 去年被選進中華籃的黃鴻翰 重回白隊之後扛下隊長重責 展現不錯領導能力 全隊目前士氣高昂 日前遠赴俄羅斯參加大學邀請賽時 更拿下了第三名的好成績 像之前我剛進來的時候 被選到的時候 怕教練就跟我講說 不要再像以前一樣 就是可能說 因為以前可能阿俊他們就是躁著啊 然後球全就是說 他說該跳出來的時候 就要跳出來 就是我們就覺得我們默契 一場比一場好 然後凝聚 像我們每次練完球 我們都會說我們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就想贏球 因為我們每個在這邊 都不想輸球 和大漢一樣 去年曾投入中華籃集訓 今年則加入中華白培訓的 還有旅外常任譚捷龍 不過他瓊斯杯時 可不會穿上中華白球衣 而是將代表加拿大母校 格倫比亞大學出賽 讓他不免感到有點尷尬 是有點尷尬 有點像是好像是命運的 永遠都插不到這個交叉點 所以那就是很尷尬的 第一次打球是 是按照UBC這邊來打 當然會啊 我也會透露給他們說 我們UBC這邊怎麼樣 反正是臨場嘛 那到時候打球 就是像學長說的 球是圓的 那到時候就是看 當天狀況 誰好 誰贏 唉唷 看來尷尬歸尷尬 譚捷龍對上中華白石 可是一點也不想輸 提前放話會提供所有情報 給格倫比亞大學啦 到時候究竟誰勝誰負 就拭目以待吧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